42岁廖碧儿突然宣布怀孕,收到网友祝福后立马改口 近日廖碧儿突然宣布怀孕,网友纷纷祝福,他却随即解释这其实是在为新电影造势 说起来,廖碧儿现在最受关注的是便是恋情了 2001年入圈后廖碧儿认识了刘凯威,但两人没有公开承认过 2004年廖碧儿又和陈豪传出绯闻,这一传就是七年 2010年廖碧儿被拍到与富二代林忠豪在一起,陈豪表示自己通过报纸才知道 廖碧儿的形象一落千丈,还被扣上拜金女王的头衔 这几年廖碧儿的男友是富商卢起闲,一直纷纷和和 今年参加好友生日时,廖碧儿称卢为未婚夫,卢也称快要举行婚礼 被好友物以为喜讯以众人皆知,将祝福发在社交平台上 没想到二人双双否认,卢起闲称廖碧儿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 廖碧儿则直接宣布单身 所以这次他官宣怀孕才引得祝福,没想到只是畏惧宣传 一些粉丝对廖碧儿的宣传方式一笑而过,也有网友嘲讽其为了炒作无所不用及其 虽然能理解,但这种让人误会的宣传方式还是少用为妙吧